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时 卢迪整晚都睡不着 他一直在想 为什么菲兹会成为治疗他异地的关键 某天早上 在男生宿舍的走廊 卢迪发现陆克就在半路等他 不过他也早就预料到了 陆克会因为菲兹的关系找他谈话 其实卢迪在图书馆被菲兹扑倒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对方是女伴男装 所以还没等陆克开口 卢迪就表示他对菲兹的事全然不止 在一段简单的谈话后 他便匆匆的离去了 其实在和陆克谈话之后 他有一段菲兹主动来到七星的房间 去找鲁迪的内容 菲兹罕见的在工作日 来协助二人做实验 距离扑到鲁迪 已经过去三天了 他本来是想找鲁迪谈话的 可是最后还是退缩了 一旁的鲁迪 也心事重重 一声不吭 就连七星也看出来了 这两个人不对劲 是不是吵架了 回去的路上 鲁迪望着前辈的背影 胸口在隐隐作痛 毕竟他已经决定好了 为了不妨碍到对方 要放弃对异地的治疗 这也是为什么在动画中 鲁迪会提到 自己果然还是感到有点痛苦 另一边 艾莉尔也为菲兹 拉拢鲁迪 迟迟没有进展 而感到交集 并找来了菲兹 也就是西路菲过来谈话 虽然动画里没有明确表明 但原作中却有提到 艾莉尔之所以为西路菲着急的原因 还是对于七星的突然出现 七星和鲁迪 走得越来越近 但和西路菲见面的机会 则是越来越少 作为西路菲的朋友 不希望看到他再继续消沉下去 并劝导西路菲 要为自己优先考虑 鼓起勇气 去做真正想做的事 而西路菲迟迟没有向鲁迪 表露身份的主要原因 有两个 一是基于恐惧 担心鲁迪已经把他忘了 毕竟二人分开 都已经过去八年了 二 则是顾虑到艾莉尔这位朋友 要是他和鲁迪在一起了 恐怕就要离开艾莉尔 相当于 是背叛了一同 跨越生死关头的伙伴 但艾莉尔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和西路菲 是平等的朋友 所以希望西路菲 能够正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西路菲也坚定地回答道 他想和鲁迪摆头鞋了 想成为他的妻子 听到西路菲给出的答案后 艾莉尔也表示 自己会帮忙出谋划策 并问起了西路菲 他和鲁迪之间深刻的回忆 以制定作战计划 在设立 动画组稍微省略掉了一个战略 西路菲告诉了艾莉尔 自己小时候被霸凌 然后被鲁迪出手相助的经历 不过却隐瞒了 自己原来的法色 是绿色的事 其实艾莉尔 原本是想要找来冒险者 重演一遍英雄救美的戏码 不过基于西路菲本身的实力很强 没有几个人 能够把他逼入绝境 要是让西路菲故意输掉的话 可能会影响他在鲁迪心目中 可靠前辈的形象 虽然阵上 也来了一些实力高强的冒险者 但鲁迪尼找的名号 在冒险者中颇有声望 加上他的人脉很广 要是运来的话 事情会变得很复杂 说不定还会死人 因此暴徒袭击的方案 也只能作罢 之后西路菲又提到了小时候 因为被鲁迪互以为是男孩子 而被扒光的经历 不过埃莉尔似乎很喜欢这个故事 并就此定下了战略 让鲁迪和西路菲再次经历相同的场景 而听到这一段的陆克 显示很深思地用双手捂住了耳朵 不去听后续敏感的内容 在定下了战略之后 埃莉尔又问了一遍西路菲具体的想法 西路菲则幻想出了一大堆和鲁迪换后生活的内容 而动画主则是把精髓挑了出来 把重点放在了和鲁迪生几个孩子 还有做运动的部分 不过在埃莉尔询问西路菲的这一段 动画里还是做出了一些善改 埃莉尔为了让西路菲更加坚定 叫西路菲把这个幻想的对象 换成是别的女人 一想到 要是这个女人变成了起星 自己则成为了从隔壁家的窗户 偷窥两人情世的败犬 西路菲瞬间抓狂 她绝对不允许那种事情发生 于是决定 这一次 她一定会拿出百分之百的勇气 不再退缩 埃莉尔和西路菲的作战计划开始实施 西路菲来到了学校的食堂寻找鲁迪 而在食堂的这一部分也有善改 当时鲁迪在和魔王巴迪刚迪 讨论起了有关人偶的问题 鲁迪愿意将巴迪刚迪的未婚妻 齐希利卡 包括完全体 以及各个年龄的形态 都制作成人偶 但条件是 巴迪刚迪在必要时 要当自己的靠山 说到这里的时候 鲁迪的脸上还挂着一脸坏笑 西路菲觉得 鲁迪的这种表情 看起来很像大流士 但却是聪明人的一种特种 最后西路菲找到鲁迪 单独谈话 说是有事要找他帮忙 鲁迪一口就答应了 按照艾莉尔的计划 让二人到冰雹森林 以采集生长在深处的冰冻薰尼草为由 创造一个他们独处的机会 结果鲁迪却直接想使用草能力 找人代购就好 在被西路菲制止了以后 鲁迪又想召集卓尔等人 前来帮忙 最后还是西路菲坚持表示 刺激只希望鲁迪和他一起去 才落实了计划 在出发前往森林的途中 西路菲向鲁迪提起了 付委托费的事 鲁迪则表示 没关系的 毕竟他可是很贵的 这让西路菲瞬间联想到了 用钱买下鲁迪 还顺便脑补了一下 在奴隶市场的光景 鲁迪被扒光 站在看台上的画面 让他直接就害羞了起来 一路上 鲁迪一边用魔力融化鸡血 一边开路 这其实是非常耗费魔力的 不过鲁迪的魔力总量高得惊人 所以对他来说 并没有什么影响 为了避免被周围的魔物发现 融化血时产生了水蒸气 也被鲁迪全部消去了 这里 动画可以说是细节拉满 之后西路菲利用想看一下鲁迪的魔杖为由 卸走了他的魔杖 让鲁迪无法使出全力 并悄悄开始了作战计划 他先试图用戒指 召唤乌云 打算上演一出四身碧雨 而他手上的那枚变色戒指 则是来自艾莉尔的魔道具 只要说出关键词 颜色就会改变 给艾莉尔事先聘请的两位上级水魔术师 发送信号 但身为水上级魔术师的卢迪 打算直接用魔力去散乌云 不过西路菲利用他手中卢迪魔杖的加持 成功制造了云雨 二人最终还是来到了山洞碧雨 卢迪也察觉到了 这一路的可疑之处 加上西路菲的神情异常 让卢迪不禁幻想 对方是不是要暗杀自己 不过他还是决定 先准备柴火 把衣服烤干 在看到西路菲难为情的样子 卢迪还细心的现变了一个借口 戳长耳术 把肌肤暴露给其他族看 是禁忌 所以自己是绝对不会偷看的 好让西路菲赶紧把衣服烤干 见到对方迟迟没有行动 卢迪还贴心的表示 自己会到山洞外面等着 不过这一句话 反而让西路菲下定了决心 让卢迪动手 帮忙解除遗物 但其实卢迪的内心 还是有疑虑的 甚至还想到了仙人跳 以及自己会被带走解剖 等等的画面 不过在帮忙的过程中 卢迪也逐渐回想起了 自己和西路菲之间的回忆 直到摘下了对方的墨镜后 卢迪终于确认 眼前的这个人 正是自己一直观念着的青梅竹马 而西路菲也激动的和卢迪拥抱相认 并且向她告白 值得一提的是 整个过程中 曾经抬不起头的小卢迪 一直活蹦乱跳 重振雄风 不过动画里 有一个小细节没有被表现出来 也就是卢迪在下西路菲的手套时 看到了她的手 又被烫伤了痕迹 并一细的想起了 这是小时候 西路菲把手伸进暖炉后 烫伤了痕迹 西路菲能够唤醒小卢迪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她给出了卢迪内心最想要的答案 一个是无条件的信任 另一个则是明确的向卢迪表示 我怎么会讨厌你呢 在姓名这方面 算是去除了小卢迪的阴霾 卢迪是很自卑的 他只会接受真心喜欢自己的人 而且对方是自己的青梅竹马 长时间的相处 加上卢迪对他也有情愫 再通过肢体上的接触 让小卢迪一下就被唤醒了 卢迪又会怎样回应西路菲的告白 下期将会迎来更加劲爆的剧情 小伙伴们对这集的表现打几分呢 是制作的太赶了 表现力差 还是明场面还原 氛围感拉满 要是有其他不同的意见 或者遗漏的地方 也欢迎在评论里补充 喜欢木木的也别忘了点赞哦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